仔 你们这次考试考的怎么样 妈 我考了88分 可以上那个 妈 我考了44分 可以上职中 仔 你上职中读哪个学校有用吗 妈 读那个算没什么用 但是我就是想去上 妈 我考了88分 可以上那个实验中学 我可以去读吗 你读那个有什么用啊 那个学校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如果好好努力的话 就可以考一个好的大学 现在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学费应该不便宜吧 是的 妈 但是你放心 等我以后考上大学有了工作以后 我一定会对你们好的 所以牛的吧 你肯定没有考了那么多分 哼 粉顿考的比你高 哎呀 不要吵了 把试卷拿出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哼 你要被说把你的试卷拿出来看看呀 我凭什么拿给你看啊 妈 你看小管他都心虚了 不敢拿给你看 还说自己能考实验中学 小管 你是不是骗我的 妈 我没有 那你拿出来我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妈 你拿去看嘛 你明明考了98分你为什么说88分啊 妈 因为我怕我说了你不相信 哎呀 管你考多少分要不你别读了吧 让弟弟去读嘛 对 姐姐你就让我去读嘛 虽然我成绩差了点 但是我还是想去读 那我还不是想去读 小管 弟弟那么小 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 妈 我扯大弟弟一分钟 我让着他 谁让着我呀 大一分钟也是大啊 你比我大你就得让着我 小管 我没交的条件你也知道 就让弟弟去读你来犯牛吗 妈 我不想犯牛 我想去犯雪 算什么算啊 让弟弟去算你别算了 就这么决定了 妈 凭什么呀 我就比弟弟大一分钟 我就得什么着让着他 刚好跟我考上了 他都没考上 你还让他去读 我见过很多胖心的父母 我当时也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吧 小管 你不能这样的说我吗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吗 还不是我吗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还教训起来我来了啊 我说不能多 教都不能多 赶紧去喂猪 好吧 妈 你真好 嘿嘿 就你一个儿子 不对你好 对谁好 他大妈 你小红考试考出来没得 考得好几分啊 他大了 我叫小红考了50多分 哦 对了 那那个小管 那小朋友他考得好多分哟 哟 小红才考哪一点点分啊 我小官们都是考了98分 小朋友都考了40多分 呦 门家小官还是有点本事嘛 门你准备拿他们两个 可以做啥子小小 呦 我把年纪拱得起好多 让小朋友都知道 我小官来犯的 门小官考得能够多分 不拉开读门可惜了嘛 他大忙我给你讲嘛 姑娘考不住 也还要考儿子 呀你毛子都想嘛 智慧都是男女平的 智慧考姑娘的读 很考儿子也考不住 刚刚困着小官有东西 有听话还请朋友 呀让他可以多读点们对他好 他心头也晓得 呦 听你两个说吗 和你谁得到你好 我听他们百读 那个智慧弟弟用的没得 呦 那个十日眼中学厉害的很爽 有好多的考上大叔 呦他大嘛 干系的给你拍照东 我晓得了 那没人来上我先回家了嘎 呦 这个都是啥子学会了 呦 孩子让孩子做的 我都是要让我家小红红 又说对 哎呀 多读点们对他也好 劝得他 小官小官 妈怎么啦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啊 哎呀你别管你过来嘛 哦 妈到底是什么事呀 非得过来说 你住位了没有 妈我真准备喂呢 那你饭煮了没有 饭煮了还没有炒菜 那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妈什么好消息啊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出门挣钱供你上学 妈你不是不让我去上学吗 只让弟弟一个人上吗 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妈想通了 您小朋友都一样的 妈这口在内也要让你们两个有速度 妈你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妈骗你干嘛 这还能有假千真万确呀 妈谢谢你养育了我和弟弟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上学 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等以后我挣到很多钱了 我都给你买一个大房子 以前是妈不好 只偏心弟弟 希望你能原谅之前妈的过错 妈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只要以后我们都好好的 比什么都强 别高兴的太早 其实我是骗你的 그叫什么 哈哈哈哈 嗨 。